江浩 你知道吗 其实锦兰的用途非常广泛 现在一株难求的锦兰 不仅可以实现人工培育 在未来更可以高达 单只数万元的价值 单只数万元 虽然我相信 锦兰和蔚兰的前期 点前景可观 但这个价格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你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说 锦兰啊 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她在医疗 医美领域 也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形成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我跟你说这个前景非常可观 你怎么对锦兰这么了解 看书 有一本书上 专门预测了未来十年 锦兰的发展前景 有这样的书 有 当然有 焦总 你没事少看点星陵鸡汤 多看点有用的书吧 你也不早了 我该洗澡睡觉了 你也早点休息 说啊 为什么俊勇 因为我是来自未来的 我跟你说啊 在我们那儿都已经二零二零年了 而我呢 已经三十三岁了 林苗 难道你真的 来自未来 你怎么对锦兰这么了解啊 有一本书上 专门预测了未来十年锦兰的发展前景 你还记得在网上攻击你的那些人吗 那就水菌 在我们那儿很流行有这种手段的 你不懂 焦总 焦总 什么事 董事会认可了咱们的慈善军款提案 说如果事情解决是顺利的话 就准许我们继续推行 游泳山庄这个项目 但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引咎辞职 您也别太担心了 既然董事会让步了 就说明事情还有转机 而且刚刚我上来的时候 您注意还让我转告您 他说什么 他说 今晚我们会加班奋战 陪您一起共渡难关的 焦总 您今天怎么了 怎么一直心生不明的 小鑫 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 他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 那是哪个世界的 请上工作去 得 捐款的事情我自有安排 你先帮我查有人 现在吗 可是我待会儿在 现在 去吧 我自己就知道 我自己的理想 我自己的理想 你还在做